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仁仙》第95集 我是高仁 我是San先生 早安 我們又要講期待已久 期待已久的了 恐怖片近十年真的拿不出手 今天講兩套都是期待已久的 另一套都是我期待已久的 先講一套恐怖片 就是Long Leg 長腿 我期待了多久 去這個戲院Box Office 麻煩你 我要看長腿 看長腿 然後美女的售票員就會 是不是要看長腿 這樣嗎 這個是當年人妖打排球的辯奏 我們看人妖打排球 打排球 怎樣看 Long Leg 年頭傳到現在 老實說 對 市場的銀行都很厲害 宣傳各方面 還要說很恐怖 Nick Cage的樣子不能播出 還有我還是很 首先為何會知道這套戲 就是 Neyon 出品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一個和A24分庭抗禮的 新勢力 他就是拿Parris去美國 讀他慰眼的那位發行商 那位發行商 還有這幾年有不少獲獎作品 都跟這件事 譬如 Last Night in Soho 那些都很厲害 都是他那裡來的 他捉路也有點一手 還有他也是恐怖片起家 這真的是獨立製片廠 這個發行商的一個定律 還有A24近兩三年參差不齊 我自己覺得 是的 好的去到很好 是的 但是差的那些真的 真的是Netflix級數 差的那些真的 還有他恐怖片起家 A24 但是近這幾年那些片 就算是恐怖片也好 你也是怪怪的 是奇怪多一個恐怖 現在很少一些很純粹的恐怖片 是的 所以Neyon就不意外 也很厲害 Neyon就好像很厲害 為什麼很厲害呢 就是他在美國上畫的時候 那個票房很厲害 Noise很厲害 他宣傳說到 是沉默的羔羊那一隻 又或者是香港用的 就是近十年最恐怖的電影 就是聽到完全 我們這些電影迷只有一口笑 聽到就是有你 有你最厲害 但是 知道有Nick Cage辦裡面的其中一個 Count of反派 所以都有點期待 就是那種Low北的 放在Nick Cage的期待就會變成 Nick Cage戲的一個期待 你知道Nick Cage戲的質地是怎樣的 對 對 你預算他可以混合 預算他可以爆裂就可以了 對 還有片名叫浪力 那會不會跟長腿叔叔 那會不會跟長腿叔叔 你好嗎 影射那些階層那些 是的 我們都期待了一會 期待了一會 基本上大半年 到年中 打算他應該不上 就是那個感覺 然後 誰知道 還有 整個發行的 販賣很厲害 轉頭像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覺得很重視這段東西 是的 是的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失望 我知道坊間有人很喜歡 但是我那種失望是 他很明顯地 以Marketing向來講 他是針對了某幾套戲來做Compare 其中一個是組業 眾所周知我是非常喜歡組業 我都很喜歡 那組業那種 新世代恐怖片 是的 我覺得Long Lake 是有想向組業那種感覺發展 因為那種所謂的 組業就是一套令你很懷疑 我經常覺得用這個字形 用組業很棒 可以令你覺得很懷疑 然後由頭到尾 他都是令你拿著拳頭 但是他什麼時候放呢 很少的 甚至他那種放是出其不易的 Hereditary 到最後就來一個很 Count of B級片 我覺得 尾是有少許B級片的 我笑得很開心 是的 那些突然笑 燒了 突然間那個女人的媽媽 怎樣怎樣怎樣 那夜我是 然後鋪了很久 就是上到那個角樓有什麼 那些東西是很B級片才有的 是的 而他是將它堆在壓縮 做那個十多分鐘裡面發生了 前面一直都沒有說 去得很慢 那十多分鐘 是令到組業是這麼好看的原因 其中一個 是的 那Long Lake是有少許想向這個感覺 向發展的 嘩 我是想起一套那套什麼 即是你想做揚州炒飯 但是做了乾炒牛海 是的 即是我馬上想起那套什麼 失驚無神大酒店 是的 他就是一套完全想學這個昆天 但是完全學不到任何東西的 那種狀態 是的 那我自己還沒去到很不喜歡 但是他某些所謂的氣氛堆疊 我覺得都還有 但是奈何就是 頭那六七十分鐘 六十分鐘 一個小時左右 那一個小時的所謂的氣氛堆疊 比起Hereditary 我想是差不止三倍 嘩 簡直你見不到他跌 如果有這個比較的話 他只是說話而已 在那裡推推推推 這樣而已 小小 他有一個比較的 我留了幾個哭位 就是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是那個女警官本身有沒有背景的故事 跟這件事 這兩件事是有哭到我的 但是所謂的氣氛堆疊 真的差很多 還有這一套這類型的懸疑片 或者你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的電影來說 我都猜到的 怎麼會猜不到 沒有啊 是嗎 你看著的時候你就 一定是這樣 你這樣 就是很明顯的 我經常覺得有些戲就是 你怎樣為之Smooth 或是絲滑 或者藏得很好 就是你那種濕袍 就是The Well 如果給了一些不懂拍的人拍 是會很覺眼的 但是給一些很厲害的人拍 就會變成現在的The Well 就是會很Smooth 去講他一個狀態的變化 或者故事 他們是那種 一個星期而已 他們那種是暗湧壓抑 到最後的東西 你才會覺得他那個 所謂突然升起再發光 那樣東西是很正的 而Long Lake就是一個不懂拍的人 所謂的留一些Cruise給你之後 然後突然說是賊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樣子 最初是說 首先他媽媽的線 各眼都很糟糕 突然打給他 古靈精怪 他小時候一定有發生過事情 你又是14號生日了 那樣子 你老美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早說 給我聽你的女生日 起碼我會覺得警官隨時有事 就不是包到最後才有事 最後那壹事 我從頭十幾分鐘 認識到那個黑人警官之後 我就已經知道 你知道是要發生 我知道 一定是在誕生日派對上發生 但怎樣發生 真的想不到你這樣發生 你硬砌 對 很多事情是你鋪了 你有寫 但有時候不用 首先剛才的誕生日派對 所謂最後解決事件的事情 大哥不用這麼早 就是了 你是不是預算這麼低 找到幾個人 可以不可以 預算派對 一個人都沒有 對 對 然後 然後最瘋狂的是 我一直看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中段 完全沒有推到任何東西 從故事來說 就是前面審了很多 所謂剛才的Cruise 然後你是一直 什麼時候拆 什麼時候拆 那個感覺是等到最後 你老母 又是用最普通的方法拆 那我用不著你鋪嗎 就是這樣 我是沒有任何 嘩 我是沒有的 對於一套這類型的作品來說 我沒有覺得你有走向不明確 或者那種驚喜的話 我是生氣的 我看到尾巴是有點生氣的 很flat 很flat 一件事 我是不知道做什麼 還有那個女主角 kind of 是 前面帶起了 我有個位置 我覺得ok 也不是ok 相對來說 比較ok 就是 他開頭的shot 低炒 我覺得有些feel 是很高的 我認同的 我覺得他那些捉著 他捉著 jump scale的時機 我認為他可以的 其實是ok的 至少不是最常的 typical 我記得有一場是他拍著左邊的肩膀 我覺得你起碼會玩這些東西 雖然我知道FBI伴侶會開門的時候被人射 這是他去的時候你已經知道 但射的那一刻我都覺得他以外音來說 他不用那個鏡頭去交代整件事 我覺得你有那個聲音 但是你所有東西的execute 或者駁起來的execute 真的堆不了東西 我們剛才說的 你也說堆疊不了任何東西 每一場口 這個場口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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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場口不知你想推些什麼故事 下一個場口 你的jumpscare都還好 嚇一嚇到 但是下一個場口你又不是繼續對牡蟹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那個故事是很弱的 單薄 其實其二是所謂的文化抵運 我經常覺得恐怖片 你要不就沒有腦子 說那個是serial killer 或者一些影響到他的東西 這樣去殺 要不就給很多宗教 某件真實事件 做多一些research 做多一些文化上的東西 為何會下角色 為何會倒十字架 為何會倒十字架 不是亂丟來的 很多東西都老實 就是用一些symbolism 我覺得恐怖電影經常都用symbolism 這件事是很值得大家研究的 而long length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這個底運 令到我覺得 我就算覺得我悶也好 我加不了分給你 沒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有一點認識的話 都會覺得沒有這些東西 你殺蛋教就是你那個娃娃娃娃娃 基本上就是拼不起來了 又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 我自己看完long length那一刻 心情很複雜 因為那件事沒有什麼感覺 我不能夠說你真的很差 我就是這個感覺 又不是很差 你有些位置都做得挺好 那裡邊也好看 就是內褲子的部分是很好看 她在肌流室 她就算開場那一場都很好看 她喜歡做的東西 又可以唱歌 又可以尖叫 又可以說怪的東西 又可以做奇怪的動作 還有 塞機無神 全部都是內褲子很棒的 還有有些鏡頭是直接拿不到她的樣子 拿到下巴的 是呀 是呀 但你感覺到不是內褲子的話 這場戲會很弱 那個感覺是這樣 她只是用一點點已經把那件事交出來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一直以來都是說這個 Marilyn Manson 卸妝的樣子很像內褲子 最後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內褲子化完妝之後的樣子 真的很像Marilyn Manson 一模一樣 可以說是 這個是什麼 我自己看的時候 最糟糕的就是那個故事很薄弱 我看完整套戲之後 一條直線基本上沒有任何轉折 沒有任何twist 基本上你沒什麼猜不到的 然後再加上你去到那個所謂黑魔法的位置 你搞這麼大的龍鳳 我也是說黑魔法 你又說到可以奪寫 又可以催眠 但是你後面有沒有什麼原理呢 有沒有什麼是真的建基於什麼魔法 召喚什麼惡魔等等 什麼惡魔不說啦 不說啦 想透過公仔去處理屋主 又不說啦 還有你撒旦教 還要美國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玩黑魔法的 大佬 撒旦教和黑魔法沒有必然關係的 還有最後那場的位置 就是個爸爸都已經罵他媽媽了 但是那個小妹可以完全停在那裡 有很多位置你是沒辦法解過的 我當是說他那個公仔 看完他的眼睛就把你暈眠 你就會被他控制 但是為什麼有些控制到 那些控制不了 我就解釋不了 為什麼又會控制到那個爸爸呢 是的 那你不如送女兒進去給那個爸爸 是不是會快一點呢 就是再恐怖一點 整個褲子看到 就是不用Happy Birthday 為什麼 很多位置是 我看到裡面有些 symbol 十四號生日那些 但是我會形容是 我不知道十四號生日那個 symbol 他沒有解釋的 沒有啊 不知道 你說是十三號星期五出生 我還能夠理解有少少的連結 但是為什麼你覺得沒有啊 廣東話 十四的 實死的 Oh my God 總之Long Lake就是再加上高期望 是呀 是呀 他是去到 我其實那個開始我覺得還好 頭十幾分鐘 去到中間開始發現他沒有故事推的時候 他那些節奏出了事 即是他那種又現代不如又穿插一下 Freshback Freshback 然後又回到現代 你完全沒有原念可言 整個故事是 最後又說他媽呢 是呀 你媽媽根本上 是不是存在都成問題 我覺得整件事可以好一點 你媽媽幫忙殺人 你又不會猜不到是不是 整件事 是呀 是呀 很明顯 你都說他沒有可能 那個人那麼奇怪 沒有可能能進入屋子的 一定有人幫他的 然後看一看你的屋子 誰呢 究竟是 那個泰國你的故事 最慘的是他 他見過那些困難的 是呀 好像不知道 好像失了一億 是呀 那段記憶 抹殺了 我以為是 那個小女孩幫了那個困難 有一刻我在想 是不是 那個小女孩幫了那個困難 殺人 我有想過 是不是這個警官 他自己有些時間 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身體 是 我會覺得這樣會好過 硬塞他媽媽進來 又拿著一支鎖匙 我不知道 是呀 突然射死了他的同事 那些處理 就是令我覺得 你真的要求求其餘 是呀 是呀 他媽媽說 走出來走出來 說有刷斤有刷斤 是呀 那東西真的 還有那支刷斤 以他那麼受弱來講 應該射完都彈開幾尺 是呀 他很直 是呀 很搞笑 是呀 總之這套東西 就是看完之後 唉 真的有些不知道怎樣 我想說 大家如果想看 Nick Cage 真的這些很瘋狂的表演 或者近年的表演 特地是Mandy Mandy 推薦 很推薦 當然這個推薦 可能不是每個人認同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的品味 不過Mandy 不是呀 通常你推介的那些 下面也有人留言說 那個人介紹得很好啊 是你的口味的東西 有些也是覺得不好的 你的觀眾群是合理的 好呀 還有再加上高期望 所以令到事情再差一點 其實是不是真的戒凳了什麼 他不是戒凳 不是呀 我覺得自己很複雜 只可以說完 不能夠說他不好看 但是有沒有 哇好厲害啊 那些什麼 沉黎高揚啊 祖業啊 不是呀 我們又不是呀 差祖業很多 還在爭執 我也有很多朋友 我也有些朋友覺得 是好看的 是的 我也會理解他們覺得那種 奇怪的味道 可能真的整套戲的奇怪 但要拍奇怪其實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要想劇情或劇本的話 你要奇怪有多難 這樣真的是祖業導演 就是我拿個花瓶 裡面有花的 倒水出來喝就很奇怪了 是不是 也是 你只想 其實你把東西換一換 就已經可以很奇怪了 對於恐怖片迷來說 我是很失望的 他是弱的 在各方面 也有說 Long Lick是說戀童 可能要再出一些 因為要拿一個公仔進去 哄裡面的小妹 小朋友生日 Long Lick 也有一些異味 我覺得 如果你想說這方面 你不如裡面多一些性格的東西 或者多一些隱藏訊息 是的 我覺得 你多加幾隻Unicorn 彩虹那些東西進去 是的 讓大家移民一點 又或者一些長條的物件 做那隻 我會覺得你會玩多一些東西 你才會體現到你想說的 那些所謂的 是的 太淺薄 那些東西 你不夠東西進去 沒有東西被人挖出來 但是我理解不到 為什麼美國可以這麼收得 不知道 理解不到 還要賺到天上有地下磨 完全明白 好 講第二套 好 我們一下子去日本 又被人家賺到飛起 麥 麥 麥彥回首 麥彥回首 Look Back Look Back 之前你也提過一下 經常說 Sick from Oasis 重組 是 Untek 我不會去看的 放心 2008年的時候 被他玩過獲金 2008年他來香港 我那年有去看 那時候很小 就是第一次進去 怎麼玩呢 就是在玩 全場是在玩 那兩個兄弟 那時候已經不適合了 肯定 又遲開場 最後 Encore Encore 一首 I am the Robert 這樣去完 我真是 你們老母 不要吵 以後不再看 奧起實事 我告訴你 尋玩這個真是死症 是的 我現在看他 撒催了25年 我看他會不會吵架 收場 我不開了 我們又談不來 預言一下 我看死他 我跟你說到底開不開朵 麥言回首 麥言回首 Look Back 藤本樹 日本新裔漫畫家 電居人嚴權兩套相當厲害的作品 這套是早過這兩套的作品 不是 這套是電居人第一部之後 電居人第一部之後 他一段時間就出了短篇麥言回首 那時候應該在網上出了 都是出了名之後才可以做不羈放縱愛自由的事 都是的 不過要這樣說 其實他一開始嚴權那些其實都頗不羈放縱 因為嚴權整個故事 主軸就是關於亂倫和食人 沒有其他東西從頭到尾 是貫穿的 但是那種怪異感怪奇感 令他收穫不少忠實粉絲 現在他們喜歡在網上發表漫畫 所以他們的接受程度 或者那些東西就大了很多 彈性大了很多 然後有很多東西都出了名 就會彈上去 連載 連載完又彈上去 繼續連載 這個回憶 我真的太大氣了 我第一次看完之後 心裡只有一句 這個短片 如果漫畫有博物館的話 應該直接放進博物館 不用說話 厲害到這樣 聽聞是60分鐘 只是60分鐘而已 不過如果你說一部電影 我都會建議大家先看完漫畫 再進去看 或者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都必須看漫畫 因為《Look Back》是一個很漫畫的文本 裡面有很多分鏡 有很多跨頁 其實那個感覺 直觀的感受 是要透過漫畫才能夠感受到的 這件事情 可能對現代人來說 門檻是有少許高的 因為我原來發現很多人 到現在是不太懂得看日本漫畫的分鏡 大家可能是習慣了看動畫 或者是韓國的直排晚 已經失去了閱讀分鏡的能力 我有時候覺得動畫 某些鏡片拍得漂亮也好 我有時候覺得太花巧 如果你以漫畫的那種分鏡去看動畫 正確一樣也好 漫畫起碼是一種 我中段的東西可以幻想 或者我可以快跳過 從動作A到動作B 我可以有一個自己腦裡面的過渡 但是動畫是硬吃的 就是那個動作要發完幾多 一定是那幾下 但是動畫一看就會覺得 有人看鬼面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會拍手的 我懶得這麼想逼死水 但是當你 譬如我現在要你講回那個動作 是究竟整個過程是怎樣 你未必會記得 是啊 就是你記得大哥沒有死的那一堆東西 但是他們怎樣打呢 或者打得多精彩呢 你可能你會記得某些分鏡 即是真的漫畫分鏡 而不是動畫的那一堆火 那些東西 是啊 不過如果你想看動畫打得很漂亮的東西 一定要記得一個名字 叫穿狗善超 那些收兵為引發帖 那些 打得九彩美得不得了 每一下你會看到的 簡直是漫畫來的 動畫 動畫 很漂亮 真的要看 主狗善超做的動畫 好 我回到這個回頭 這個回頭 然後她這個故事 因為她是很純粹的漫畫文本 而且你也要對於漫畫 有一種很強烈的熱愛在裡面 你就會更加感受到她那個 每一句對白其實都有個心意在這裡 其實整個故事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講的是兩個女孩子 一是想畫漫畫的故事 一個女孩子是佳女樽來的 一個就是普通的學生 兩個最後一個組合之後 就是向這個漫畫進發 即是畫這個職業漫畫進發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佳女樽女孩子覺得自己畫技不足 她連載 於是她就脫離了這個組合 然後自己去了美術大學進修 然後去到那個女主角 畫到有一天聽了一段新聞 這個美術大學就被人 就有這個瘋子佬進去殺人 然後就發現她的朋友就這樣過世了 然後她就很憂悔 她想是不是其實我不應該拉她出來 跟我一起畫漫畫呢 如果她沒有這件事 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樣的發生呢 然後最後就有一個小小的 很夢幻式的What If What If她沒有拉她出來 她自己去做了 即是她沒有畫漫畫 她去了學空手道 然後在What If的未來 就是那個女孩子 在當她被一個瘋子佬去殺的時候 當時女主角衝出來 一個相機就倒了一個瘋子佬 然後救了一個女孩子 這個未來會是怎樣呢 最後她在裡面獲得一個救贖 或者她獲得自己 我理解為何自己要繼續創作理由 為何即使創作會經歷很多傷痛都好 都要繼續創作下去 很厲害的這個故事 她裡面有很多東西 為何會很堅持大家看完之後 一直看漫畫 或者看了漫畫才進去看呢 因為她裡面有一些東西 在漫畫裡才能感受到她那種強烈的 我想說這套東西 一進去那一刻 只看到她畫的背影 我已經眼淚不停飆了 可以說是 不是說笑 我感覺到你現在也想來 這個故事真是很厲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女主角找完經本之後 然後她經本說 我很仰慕你 我想和你畫漫畫 然後她本來已經放棄了 她慢慢沿著田的路走回去的時候 一邊跳起跳起 最後在雨裡面一下子跳起那一下 在動畫裡面 我會說她表達得不夠漫畫那麼好 你一定要看漫畫的分鏡 在漫畫那兩頁 她怎樣一步跳起跳起 隔越來越大 大垮葉這樣跳起那一刻 那個開心的喜悅 那個雨水灑在她身上那一刻 哇 真的 我每次看到那一把我都會哭的 不是說笑的 這個Look Back是一個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的作品 我要引用另一個很喜歡的漫畫家 叫做淺野一二歐 她看完這個Look Back之後 她的評語就是 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我的感受 對Look Back的話 大家可能會不認同的 我覺得如果 我看的時候我也會覺得 如果你是沒有看過漫畫 而且你不是說很熱愛漫畫 甚至乎你 其實你知不知道 京都動畫那件事是不影響這個故事 我有點覺得 因為這個故事有一點就是 那件事發生的 就是向那些為了動畫付出生命 各種形式付出生命的人的那種致敬 這個故事 她看這件事也看得很透徹 就是我這樣聽完剛才的故事 有一下我以為是她會不會有朋友 或者有這個掙扎 經歷過一些很無力的時間 而想到這個故事出來 還是她對於那個精神 我想是有一點點 定一聲那些 我覺得觀察一定有 但是更加都是她很內在那種 靈光內在想說的話 或者她平時面對自己的壓力 或者整個時候那種內在調和 有一個答案 或者沒有答案都會拿一個感覺出來 我感覺到她是這種的創作者 絕對是 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電影的話 一定要看她另外一個短片 叫《再見貴妮》 那個短片不能撐 那個就是漫畫 寶哥在那邊 他馬上舉手指弓 那個是漫畫 漫畫只有兩款分鏡 一個是模仿HandheldDV的長方形 一個是大垮頁 沒有的了 整本就是這樣 然後推出完又推出 嘩 只可以畫 我不可以穿任何東西給你聽 有機會自己試一試 我現在很少看漫畫 經理推介可以重拾 可以試一試 你看頭兩頁 你是入就入了 頭兩頁 他那些已經是在那裡了 很多東西都 好啊 好好的 我見 因為我追蹤 可能有些都是拍攝圈 看開戲 喜歡看電影 這個墨炎梅手 這四個字都出現得很高 很高 因為你問 如果講期內的話 他絕對比我 即是Long Lake和墨炎梅手比較的話 對於Long Lake的期內度是高萬倍的 其實可以說是 由他第一刻說動畫化開始 我已經是 嘩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是沒有想過這套東西會動畫化的 看了兩次沒有 我沒看 我看一次 我還要再看一次 不如你再看一次 因為第一次看兩次 頭半套都是眼濕濕的看 化開了 化開了 是有點辛苦的 我還是要再看一次 我啊 我也會再看一次 我啊 可以再看第三次 好啊 我覺得這 今集就講了兩套 不過很煩的 有很多電影未上我看了 是 但未能說 下期可以講這套 MC和吳君如那套 那套我也很想看 聽完大家講完之後 那件事我 有興有興的一個狀態 特別是愛情電影少 是啊 對上你港產愛情電影哪裡 還愛都沒有 都不可以叫愛情電影 還愛不要提 麻煩 抱歉 就是這樣 你找不到 那種 CVCV 或者那種愛情真體 沒有啊 港產沒有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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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最後是不是講了少少這個 要啊 講少少事當真 既然是這樣 因為真的沒什麼戲好說 是啊 你有什麼 有啊 有啊 白兵亂入 是不是要講 不是啊 其實我還要講 不丹梅有窗 是啊 你們可以講 開箱子 開箱子 三號咪 這個不是三號咪 對了 對了 我之前有幾多期有介紹過 一套就是 給眼淚 給眼淚 你們好像是不是沒有看過 我還沒看 是好看的 整套都 真的很難承認下去 十四五世紀 總之裡面的無論角色 內容都是有 有英射社會 有文化歷史背景 也是美景美人美衣 而且是很輕鬆搞笑的 是不是全白人 有黑人 有黑人做貴族 可以 有中東人做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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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合理的 也有白人做貴族 都是合理的 總之Netflix是這樣的 正確 總之整套戲看得很舒服 看得很過癮 看得很快 他又說到黑死病 在當時的情況 所以是非常之有趣 只能夠說 也說到人性陰暗面 之餘 怎樣說好呢 他把人性陰暗面 有一個很黑色幽默的方式說出來 所以是非常之過癮 看得到 看劇來講 也不說太多了 總之看過都說好看 另外 有一套之前有介紹 很久之前有說過的 就是有 Garry Oman做的Slow Horses 是Apple TV的 我現在看他第二季 因為我第一季看完 覺得很好看 但我忘記了他有第二季 所以我忘記按下去 因為我最近看到他已經在第四季了 原來 我才記得 原來他還有第二三季 因為他第一季 完結得很完整 我以為他拍一季就算了 Garry Oman 我以為他拍一季就算了 我以為沒有理由還有 是 這麼多時間嗎 原來第二集都挺好看 叫第二季 我看了一半左右 都是有第一季的水準 雖然有一點點位置是 有一點點位置是 有些主角哥說人家死不去的那些 有一點點 但我也是好看的 這套戲都是大預算 大卡士 那些叫做 諜戰 諜戰片 他純粹是一個被流放的 二等間諜組織 就是你不是MI5 就是調配一個叫Slow House的地方 就是廢物屋 明白 總之那些全部落午 沒有用的間諜都去了那裡 很棒 這個設定挺有興趣 然後Garry Oman 他一直都沒有說 一直都是調配一個人 因為他是一個超級上級的 很明顯是說他一個 超級老謀心算 超級厲害的一個間諜 但就沒有說 為什麼他去了 這個垃圾 他是嚴肅還是喜劇 這套戲 不能夠算是喜劇 但他們說的那些是超懶地獄 超懶口 哦 我沒想到 因為他裏面有一個 應該是不善和人溝通的 極端戰爭IT9 總之他吃什麼東西都可以 那些 在電腦前面坐椅子 大家說完一句話 整場靜光 他不是整場靜光 是整場人都想殺了他 說話是壞到是 賤嘴 賤到明明剛剛那個隊友死了 他立刻拿那個隊友來開玩笑 立刻說你是不是想像他那樣 賤到你去到 你去到 你是很難理解 那個戲劇 那個編劇 你還要再賤下去 你將這個人說話 英國劇 很明顯合理 很明顯合理 賤到盡頭 但是很好看 每一個人的角色都很出色 每一個人的特性 那個政界人物都是很好的 還有有Gary Olman 其實已經是 已經要看了 大家如果不知道 大家如果不知道誰是Gary Olman 他就是這個Dark Knight的Gordon 其實都難認的 他每個造型都很不同 很久之前和他做的邱吉爾 Leon the Professional 還有 Leon 很多 所以就是 他是超好戲 我想說真的很好戲 還有他就是講講 已經腦倒了的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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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某永遠串浪 然後去哪裏 就一定先放屁 很醜 是這樣的 這裏半天都會很醜 你走吧 這套東西有點有趣 很醜 每個都是很醜 他在一個很少的城市 也不算是醜 他回到MI5的檔案室 他以前在MI5 跟別人都很熟 MI5的檔案室的人 就是坐輪椅的 沒有拍那麼久 他的腳還沒生出來嗎 這些天鵝 賤人到 可以 有feel 有feel 賤人到 賤人到 整套都是這樣的 所以是很推介的 還有是好看的 即劇情各樣都是很順 好看的 另外還有緊張刺激 另外有一套最近開始看 叫做無罪的罪人 都是Apple TV Plus 就是Jack Gyllenhaa做的 無罪的罪人 這套我是跟女友一起創劇的 即是他說 你那麼喜歡看劇 你選一套跟我一起創 然後選了一套 其實我也等了一陣 才開始 因為不是常常夾到時間 這套叫做Presumed Innocent 這套有一套90年的電影 對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要下雨信複 我不知道那個是否同樣的劇情 現在也是這樣 每次都是找舊電影 拿來發展做劇 都是 之前也有幾套 而這一套 本身我開頭半集 我是沒有感覺的 他不是拍到那麼悶的劇集 因為我很喜歡男主角 我第一套喜歡看他做Source Code 原代 坐火車不斷翻轉 男主角做得很好 很好看 我是完全進去的 我從此喜歡這個男演員 這套戲是說 是同一套 是嗎 改編 這個故事是大綱 大家看出來也會看到 也不算是劇透 總之就是 他是一個檢察官 然後突然有一件案件 就是他的同事死了 他的同事死的死法 他的同事的死法 就是跟他之前跟這個同事拍檔一起 緝拿到的那件案 那個死傷者是一樣的死法 但是那個兇手已經入獄了 究竟是模仿還是怎樣 不知道 但是他懸疑的位置不單止在這裡 重點的位置就是 他是一個好的先生 但是他的同事 就是他的情人 他自己是一個完整的家庭 有一兒一女 有一個老婆 他也會跟老婆說 其實我已經是 老婆知道他有出軌 但是已經是一段時間 已經完了 但是誰知道越查越深 就是 這個死屍是大了肚子 肚子是誰的呢 又要驗下去 這些就是 這些哭挺好的 雙重爆炸的 你又很想知道 究竟是誰殺他 因為一定不是男主角的 其實 我看到一半而已 我現在還知道 他不是空手 應該真的不是 因為我看到他用Apple手機 你又這些 你又這招 他真的不是空手 但是他又 而且你知道美國檢察官是選回來的 他是副檢察官 即是他的頭算輸了 然後 新上任的那個 就是騎著這宗案件 他要去 舊那個做不到事 我快要去賣了這宗案件 總之 原來是上一個檢察官的副手 是有機會是 是空手 因為整個屋都是指紋 又是表面上他就是最後一個看到 很棒 之後就是那個 新的那個一定釘死他 然後他就知道他一定沒有罪 之後他找誰幫他打官司 他就是找回他的頭 因為他剛剛輸了 那個選戰 那些一定是律師 他就找回那個頭 就是他頭都想複場 在選戰上輸了 在這宗案件複場 再加了那種悲傷感 很棒 動機那種張力 幻想到一個設定 他連那個奸角 本身是他的同事 之後變成新額頭的頭馬 就是他的同事變成副的檢察官 所以一定要釘死他的舊同事 然後身上任那個 我也不知道是中定奸 總之是說 其實我們真的要公正的 你不要因為你不喜歡他 所以你針對他 完全沒有 很客觀 之後去到某些位置 就是說 其實能否入到罪 不是那麼容易 一定可以 沒有問題 然後他說 我就是見你這麼激動 我覺得你好像 你不太適合去查這宗案件 完全沒有問題 兩天內就找到證據了 總之奸角又上了頭 主角又上了頭 然後你感覺到他老婆又很慘 但是他子女又不知怎樣 他子女也有些氣 那爸爸出軌 但是就是這樣 我這些劇情是很適合香港人看的 其實是 香港人是很開心的 是厲害的 是厲害的 我又扣到主題 然後大家又有些 第三者 八十八卦 三國戀 這個很穩定 是啊 都是Apple TV Plus 這套 這套 難怪小人說 Apple TV 是啊 之後我看了第一集 尾巴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沒有了 真的太晚了 要睡覺 第二天再看第二集 我就問我女朋友 已經看完第二集了 睡了 好嗎 因為我肯睡 不如再看一集 好緊張 都三點了 再看一集 八集而已 就是這樣 他一晚就取了三集 看得又是很順 所以這套劇也是推薦大家看一下 這個無罪的罪人 這個我有興趣 就是這樣 好 之後再說這個不丹沒有窗 你都忘記了 我都忘記了 看完之後 不過是很好看的 真心 不丹沒有窗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我是想不到 即是他不丹 一直都說是很開放 怎麼說呢 即是沒有測試 其實一直都說 不丹沒有測試 但是我不理解他沒有測試 程度是這樣 因為他這套劇 他很有現代感 你猜不到一個不丹導演 不丹的地方 這麼有現代感 你覺得他就是 2024年 在一個城市裏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他去不丹拍電影 是的 而他引用了很多不丹一些 他們現在現代化的過程 他們不丹一些傳統 不丹一些傳統文化 和現代文化的衝突 他的衝突表達得很好 是的 現在最厲害的是 拿出一些東西來幽默 來探討民主 是的 很有趣很可愛的一個故事 是一個 哇 他 是很多次 即是這套劇 大家不要覺得是那些很文藝的 一點都不是文藝 不是 非常商業 這套劇看得是壞片來的 很好看的 很順的 而且他又會找不丹的傳統文化 有些人會笑一下 但是有些人會說得很好 之後又會說一些人 其實我是很喜歡皇帝 做什麼民主 是的 他整個故事背景就是 在一個不丹的模擬大選 之間發生的 是的 然後主要聚事就是 一個不丹的當地人 他是一個導遊 是 他就帶了一個 他就帶了一個 美國人 這個位置已經說 是說不丹的旅遊業的文化 是跟其他地方的不同 然後他就帶了一個 美國人去觀光 如果美國人是來這裡 就是為了去買一些 舊年代的古動槍 然後最後就演變到 一連串的錯摸 搞到最後就要去找走私 那些錯摸就有一點 很戲劇化的 找一些走私的AK47 才可以在魯喇馬手上 換回那把舊的獵槍 是的 哇 怎麼這麼有趣 之後那些賣賣軍服的 那個喇馬要知道AK47 要做什麼 不知道 總之要 然後那個喇馬 他是一個老喇馬 一個小喇馬 那個小喇馬 那個老喇馬應該是他師父 那個師父總之 突然打打阿座就說 我要槍 我要槍 是的 很搞笑 那小喇馬想都不想 好吧師父你要槍我就去找 不丹的 你找不到 你沒有人在那邊唱 最終不知道誰傳了兩三代 沒有獵戶 是的 很久之前 他爺爺那一代 就打仗 拿槍出來殺過西藏人 很久之前 現在就怪在廳裡 是的 之後 因為他們對槍是沒有概念 所以當他拿了槍之後 正常人都會放在袋裡 藏起來 不是他放在肩膀裡 就這樣放著走回去 是的 就是這樣 很多搞笑 還有他們有探討民主 這件事很好 之後 他們說民主 他們有些競選主任 民主是其他國家 跑頭路灑熱才爭取回來的 我們現在可以 我們的國王 很下方權利 不給我們 嘩 簡直不得頂 村民又不想投票 最搞笑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要填選民登記表 之後 你要寫你的年份 你要寫出生日期 我只知道我屬豬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生日 你們全部要回去問清楚 你們什麼時候生日 無聊的問題 都要回答 這些 他很講到不單人和我們 都市人的很大的分別 然後就是 他們有些很幽默 買槍已經是 你給了一大筆錢買槍 沒有可能槍是不用太貴的 太貴了 太貴了 我收不到這個價錢 便宜一點 然後談好價錢 轉頭的喇嘛進來 我需要槍 好啊 喇嘛一定要給的 然後再回來 把槍說我給了喇嘛 整個故事 很搞笑 他不是把不單人那種對於物質 對於宗教 對於他這些認知 全部話實 他不是光說給你聽 是真的 是透過這些小的事情 很成熟 很厲害 之後他們那些在討論民主 有些很搞笑 民主是要人開心的 最終都是想人民快樂 所以要人民主 我們有皇帝已經很開心了 我們已經很快樂 最搞笑的是他們捕不起選民的登記 捕不起投票 那些個位數 沒有人管的 到最終是什麼呢 這裡搞法會 我們就在那裡搞那個站 最後還是要這樣玩 然後那些人就因為去過法會 會經過 好啊好啊 然後就警告投票率 警告登記 但全世界沒有人管的 所以我是為了去法會 然後最後所有人 就回到法會那裡 最後一場戲 對 所有事情都錯過 對 所有事情都錯過 對 最後那裡 剛剛開示大家這樣完的 有感覺的 對 很好看的 對 可能我本身是太低期望 你看到不單沒有窗 這五個字 你覺得除了悶 和悶之後 都沒有第三個字 不是啊 不是啊 是劇情 我一開始都以為是劇情 悶了 只是看資訊 故事大 他有邀請過我看 是 但是一看我排頭 嗯?很紀錄片 我看資訊 都以為是紀錄片 進去才知道 是劇情片 是 跟那套衣冠和合相反 以為是劇情片出發 是劇情片 是紀錄片 你怎麼這麼瘋 你從真的 是啊 是啊 是那個沙布後面 那些 真是真的 所以是好看的 好看 不得沒有出好看 BC都不是很多場 大家要看就快點賣票 是啊 沒錯 好 最後是不是講 講一點點 講兩句試當真 好啊 我要講的這個 試當真是 就是 給別人 周他笑AL 笑AL的一件事 是 是 因為我有一個很 確實的感受 我看錄片之後 是 然後我就錄了Facebook 我很喜歡的玫瑰影評 就是公仔生猛 是 玫瑰就出了一篇 就吵架這個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之前說過 陳家琦 是壞 所以這部電影都沒有看 是 是 是 然後 去到那個時候 他吵架他反皮 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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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那個主角 就是利用毒癮去畫畫的 塞頭皮 那些 然後 我看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 嗯 理性地 你就這樣去看 就是你毫無背景白紙 看這個故事 你可以得到這個解讀 其實 是 我簡直說 這次是玫瑰理性影評 反而很理性 這件事 就是從你的角度看 我催你不再咬你不入 你是對的 你可以這樣看這個故事 而你這個看法也是 某程度反映了 他在說那個 日本動漫的剝削 對於華斯的剝削 你是沒有錯的 是 這個時候我就引伸 回 去到那些 AL粉絲 就覺得是當真 拿AL跳舞片 放在一些 隱笑 比賽裏面的片 就不對了 很侮辱 我就會想 其實 當別人說你喜歡的東西 的壞話 那個反應 應該要是怎樣 或者 其實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大反應 其實在電影 或者影評圈是這樣的 我彈一套很多人喜歡的戲 那些人就會說 做什麼東西 那些 當你賺一套 所有人都覺得很困難的戲 但你可能裡面 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一些東西 他們會說 收了錢 打手 這個想法 很奇怪 這個想法 我去到這些方面 我就會想 其實你有沒有認真看過 我講的那件事 是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類似這些玫瑰 或者是另外一個香港影評人 叫四維出世 他們都是屬於 很尖銳 各種的尖銳 玫瑰可能是一種非理性的尖銳 四維出世就是那種很學院派的尖銳 他會去吵一些大眾很喜歡的片 吵到他的片體無人傷 我是覺得 其實我是很需要這種評論 多於那些跨跨群 我覺得他才給了一個角度 是有他自己的stand 有他自己的ground 有他自己的method 他去理解這套戲 他有這樣的看法 只不過是跟我的看法不同 為什麼我要為了他 好像切了我一塊肉 有時候的感覺 為什麼你追那套戲 我喜歡的東西 你否定我 我以前小時候都有這個想法 為什麼你覺得那套戲這麼不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你懂不懂 我去到這個位置 原來有些人會這樣看這件事 而我坐在他的角度這樣看的時候 OK 我有時候都會覺得 你究竟懂不懂 還有這個 就是某一位影壇前輩 都挺厲害的 有一個事件就是EAO 就是奇異類合玩救宇宙 他看完之後 他連條了兩條片 是喪條的 喪條的 喪條了兩條片 到年尾還是年頭 因為他拿了很多獎 所有人都大讚 全世界 基本上那套EAO是那一年 不是那一年 是那個所有戲 有史以來 所有戲裡面 他一年裡面 能夠獲得最多獎的一套戲 那個世代 那個世代 有電影開始 他是一套 獲得最多獎的戲 還多於《law of the rings》 什麼其他東西 已經是最厲害 他老闆 他完整頒獎櫃之後 他說我再看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喜歡理解 然後突然變回讚 我誤了 可以這樣轉態 我又沒有轉態 我不喜歡 我覺得你厲害 你可以轉態到這樣 我是寧願他說 我看了第三次 我終於欣賞到他某些位置 但我意見保留住 或者理解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 我覺得OK 你應該保留你那個不喜歡 你正在吵架那件事 但是你看完第三次 你老尾 他又彈變讚 要轉到這麼大的彎 是啊 他浸了一次沒有說過自己 我之前可能看漏了 或者我不清楚文化底蘊 什麼都好 但是他去到第三條片 他又不喜歡 彈了兩條片 然後再去讚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不合理的 不過我有試過一個類似的經驗 那一部叫《Interstellar》 我第一次看完的時候 找到他反皮 但是隔了多久 我隔了四五年之後 那這個又 再看我理解 原來你是想說愛 你不是想說物理學 但頒獎季之後馬上轉 不同 這個真的過分 有點過分 去試行真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那個 其實我不知道有什麼會很生氣 是啊 我不明白 那件事有嚴重性在哪裏 你有被人吵嗎 我看到 你有沒有被人吵嗎 沒有 有些人會吵的 當然 但他那種吵我就覺得OK 因為他在聞東西 你這樣這樣 原來這樣都可以 這樣想都可以 那個位置是這樣 那我也覺得是討論 起碼不是覺得我盲撐哪一部分 明白 因為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 我笑他的話 究竟我是恥笑 我看完他跳舞 我很開心 很滿足地笑 可以有幾種的 或者因為前面 某些人跳舞跳得壞 他跳得好 是不是很落差 或者浩哥說的落差 是不是那些東西好看呢 我笑會有很多種方法 甚至 那個人笑比賽 他說你突然放了一個很正經的影片 我不笑 那怎麼辦 我可以不笑的 你放了下去 你可以放了一個很認真唱歌的人 但我不笑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今期流行 也是可以的 是 黎明 他也跳得很用心 是 黎明你以為他想走音 就是 你又笑他 搞錯了 有些人可能他的音域比較高 有些人笑聲特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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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笑 他放在同一段影片 其實有很多不只是恥笑 比如他那些恥笑 就是他那個笑聲特別 奇怪 我不是在恥笑他的笑聲 但是他那個笑聲令我笑 令我笑 我正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 你承認別人 我放了一段跳舞片 我笑就是代表恥笑 我一定要覺得恥笑 這個位置 我又要說《德亞吵》 《德亞吵》這部電影 我笑得很糟糕 我除了恥笑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笑 我有沒有欣賞他裡面 充滿著 這部電影我真心喜愛 我都說是 我不是說笑的 有些影片就是你會覺得他爛也好 這個位置 為什麼會這樣想的 很厲害 我會形容為不要不單日 也不要 如果被人笑完後生氣 很多的房間就不會成為經典 成為傳奇 而且老實 以前很多歌手演員都被人笑大 林峰 你現在上了神台那些 秋生 鎮宇 因為剛剛拍戲的時候 做主角的時候 大了一群人笑 謝霆鋒一出道的時候 有哪一宗好新聞你告訴我 麥進龍 陳冠希 有哪一宗好新聞 沒有任何 現在突然陳冠希都被人捧上神台 對 林峰那時候你跟林峰道歉嗎 一個月 當年是救他那群人 他都是很努力的跳槍 他拿亞太區也不關他的事 他想的 他也不想的 他也不想的 第二個問題我又問 你笑過這些東西 其實你是不是可以繼續笑這件事 其實可以 我覺得可以的 但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可以笑其他人 不可以笑AL 我是覺得公平一點 為什麼你會覺得 我笑了黎明這麼久 為什麼你突然笑AL又不行呢 不可以雙標 你笑就笑 甚至有些人也有說到一個點 AL粉絲有笑姜濤的事情 對 我正想說 你放姜濤出來 是沒有人會有這麼大的風波 是因為AL 真的不簡單 整件事 是 所以我這件事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到這麼大 又會道歉 對 真的因為一小撮影 這麼小氣嗎 以前的歌手和演員都被人笑大 好 大家輕鬆一點 來到這裡 我們先說一下 差不多 阿琪說了很多 阿琪說了多幾集 可否要不單回來 真的嗎 不肯定 兩個星期後 九月十多 九月十多 看有沒有早些 早些說了我談的那場戀愛 好 那來這裡 你快點看 是不是上了 還未 就是十多號才上 我終於幫你留飛 不知道我去了哪 我研究一下 能不能夠招給你們看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